好,柯文哲的大巨蛋呢,又出包了 这个大巨蛋,从一开始柯文哲痛批远雄说 拿着刀叉吃人肉 那时候还刚上任没多久,赢得很多人的这个赞赏 好,那个时候呢,悄悄的把五大弊案 瞬间呢,就变成五大案 五大案之后呢,一下子就没了 就差没有在台北市政府表扬五大案 然后不管是马英九啦,李树德啦,这个赵腾雄啦 这几个案子下来呢,全部都纵放 这也就罢了 在台北,我相信经过这个光芬南路市民大道 中校东路,你去看 大巨蛋已经盖好了 这个从一开始增审委员就出问题的大巨蛋 虽然那是前朝的事情,从马英九开始 结果到现在呢,柯文哲继续去护航远雄 护航的证据,一个一个浮上台面 接下来这一段质询是台北市议员解书培 质询柯文哲 大家看好哦,原来,刀叉吃人肉 是这么一回事啊 我跟你讲哦,如果要放的话 你就90分钟直接放 你不要剪一段一段 没关系,因为我没有办法90分钟给你 没关系,你如果需要我给你 因为,很简单,我咨询过,林周明也指控过 你连李文中把他叫来问问看都没有 我就告诉你,李文中的真面目是什么 我到时候,我没有,我告诉你,讲很简单啦 这个提供给我的人,他就只有给我七段的营党 这个,我问过林周明 我把这录音带拿给他看,我也问过他 跟11月29号的开会现场是不是一致 他说是,所以我今天虽然没有完整的录音档 但我今天要让你听听看台北市政府的官场现行计 没有啦,我跟你讲哦,如果有90分钟的录音带 你要拿简器段出来,我觉得这个 这是不公平的,还有一点啦 在我们市政府里面,你有没有看过我们早上开晨会 一瞪一瞪都可以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你不能这样弄啊 是啊 我接了个什么要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是,如果是这样,我一定会这样讲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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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生气 来,你做这个 这个东西,我们只要做家伙,我能过去 再大声一点 这个都不能这样讲 我们今天在座,一定要解决一些事情 也不满,讲白一点 我,对局我讲白一点 18号,12月18日,总辞,对不对 20号,我们要上任 所以我觉得前面有这样,离心大家的强管观念 到底谁违法,谁不违法 我们大概就是要合法这样做事 现在是,委员会 我不是针对周明 委员会,对方讲 他跟我讲的一样 你这个人家未知数的 你委员有何大,你欠大的感知 你把一个会来 将来人家都不知道是哪个大问题 第一个,这是共同决议吗? 你怎么讲得很对 然后一个人决议就可以做成吗? 我要,我要了解 对不起,因为你们中午才来办理 我不知道 我今天也跟了一个委员会 在一些委员,我要了解 中央的委员会是怎么开的 我才认真,我去学 他们说没有道理 你凭什么把一个,未知数的 你讲得很对 这个条文跟第二条 我也要,我对委员会的决议 我也有意见 第一个,我同意你讲的 委员会怎么会过这种决议 所以你不要生气 我已经跟中央你说过了 就今天大家一起来讲 你不是说就大家一起来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今天来就起个区长 因为这个,其实今天来的都是 要确定大区长可以往前走 我讲白一点 我们希望要慢慢弄定 那我,我常常讲 我在过去六月五三两 您不要把我当师,底分钟是什么 部门分量,部门那是 没有用,又把我当老百姓 我常常讲这句话 你这样讲怎么可以入优优大众要走 这需要专家吗? 我不认识 对不起,我就只说了 所以你先不要那么 第二点 正点也有关 跟你讲吗? 对逻辑完全一样 你一次三辆 最后下辆 240辆的车 你说进来这边 所以就等需要 等需要评估 跟你回答那 那如果能经过 那个国际委員会 那我要整理评估 我也极其一位不可 我都各位局长 你这个位置下来 你等这边下车 车路这边下 所以你不用整理评估 为什么第一次督省呢? 远雄不愿意 因为全部要平补的时候 那时间起码半年 等完了 半年到一年 因为他要去算 本来过去的防災 是从这里面防災 就都委员会 一弄 从这边上架车 就算你全部以下 两千人下来 因为你全需要平补 这我认为 一常识来讲 我也去吧 所以我一定只有 一报告过 所以 那 周明刚刚开中你 第一句话就是说 督審的决定不能更改 我也问过啦 为什么不能更改 我也问过啦 你们可以查记录嗎 可是 我们不要提到那么严肃 其中这个 不合常识的东西 我不晓得 你们都比我有经验 我要先讲话 韩国会还在怀疑说 他被确定 我台北市政府才是真正被确定的 而且是这样确定的 市长 所以你的公开透明在哪里 我跟你说 台北韩国会还在说 他被确定 是不是还不晓得 我台北市政府 今天很明白的被确定 市政府 这样子的会议 有人不服 开这样的会议 我先要求 不是 我先要求你回答 你这个谁给你的 民众寄给我 什么民众寄给你的 台北市政府 是这样被确定的吗 你这个录音带 有可能是你后面的那些人 我跟你说 录音给我的 哇 录音给你 你不用生气 好 从刚才这段影片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觉得啦 柯文哲 跟你的这些市府团队 光这个录音带 你不去坐牢很困难了啦 下台我看你拼总统了啦 不然你未来大概一年多 大概过两三年了 我看你会锒铛入狱 怎么说呢 你看刚才柯文哲 那个恼羞成怒的样子 你就知道 打蛇打到七寸了 他暴怒嘛 他说什么 他说我台北市政府 是要让你们窃听的吗 很简单啦 先问 这段话的内容 有没有设弊案 好不好 再来讨论说 这个算不算窃听 其实还记得吗 李树德那个时候 也发生同样的情形 李树德被判刑了 我记得如果没记错 他应该判个十年左右吧 好 李树德当初 这个录音带是怎么来的 因为很简单嘛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他发现 马英九你可能违法了 但是我们这些做公务人员的 要按照你的方法违法呢 到头来你们一定跑掉 就坐牢的时候 我们这些余文们嘛 所以每一个公务人员都懂得 录音自保 这个做法是对的 因为长官要你做违法的事情 那你总要有长官 要你违法的交代嘛 有些比较有风骨的人 我就不干了 我辞职了 我就走人了 或者我被调到闲差去都没关系 但我坚持不违法 可是有些人爱做官 没办法 所以他们就录下来 那这个东西叫窃听嘛 可以叫窃听嘛 我觉得比较 比较精准的做法 应该叫做官员自保的逃生门